大家好,我是Keyo 今天来做一道夏季营养早餐 小孩子都很爱吃的哦 准备一点南瓜、胡萝卜、山药 全部削皮 洗净后,南瓜、山药切片 南瓜大概是100克 山药150克 这个是打果汁的哈 喜欢的就加多一点 把南瓜和山药放到锅中蒸熟 另外准备南瓜、胡萝卜 各60克,切粒 这是我们准备的全部材料 胡萝卜和南瓜各60克 30克的玉米淀粉 3个鸡蛋 芝麻少许 把鸡蛋打好,倒入果汁杯 再加入南瓜 胡萝卜 把它一起打成姜 打碎后再把粉加进去 再加入少许的白糖 喜欢甜的多加一点 继续打 准备一个碟子,把它刷上一层油 把倒好的姜倒进去 面上炒上黑芝麻 好了,我们这边也蒸好了 软辣了就可以了 把它端出来 然后把这个姜汁放进去 盖上锅盖,大火蒸15分钟 把蒸好的山药南瓜 倒进波壁机 加入适量的白糖 加入适量牛奶 把它打成山药南瓜工 好了,可以装出来开客了 好了,时间到可以出锅了 清香清香 把它拿出来 我们这一道营养早餐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啊 我叫小悠悠从不吃南瓜和山药 这样子做看它吃不吃 闻得很美味,很想吃的 早餐好好吃啊 我吃两杯 你以为学习我觉得要吃的 难过了 不感到吗 不愿anos 不是 不乖